以前总是听人说在火葬场会发生一些非常灵异的事情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发生在火葬场的故事 我今年44岁,是个退伍军人 因为一些怪事的搞快,搞得我起立子散 而我虽然是大难不死,却落下了残疾 右手的食指从中间就被解断了 后来经别人介绍,我来到了哈尔滨市的一家火葬场工作 由于这儿工资比较高,我也就顾不得其他的说法了 心里边的晦气也自然就烟消云散 我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是一个35-36岁的中年男人带我参观和交代我的具体工作 其实工作非常简单,就是烧尸体,把尸体推进火化炉里 烧两个小时,然后等尸体变成了白骨之后 挑出一些来交给死者的家属 我是2005年去的,到现在已经干了六个年头 期间碰见了不少让人头皮发麻的事情 今天我给大家扒一扒,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也就是这个月末我就打算辞职了 因为干我们这一行的三年是一大关 我干了已经六年,算是最长的了 无奈的是,我没有家,又需要钱,只能窝在这里 干我们这一行的,压力非常大 有很多都已经精神崩溃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资会比白领的工资还要高出许多的原因 不过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呢 我刚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是两个人一个炉子 一般上午比较忙 说实话,虽然我是个当兵的 但是在那种地方待着,心里边总是有些发愁 总是会怕怕的 而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死人的味道 去过火葬场,或者是家住在火葬场附近的人 都能够闻到那种气味 那种味道说不出来的诡异 总之非常难闻 走在火葬场的大院里 看着烟洞里冒出的滚滚黑烟 总会感觉有许多的灵魂从黑烟洞里争抢着飞上天 貌似是得到了解脱一样 每每看到这里,午饭我就吃不下去了 饭菜咀嚼在口中就像是蜡烛一般 一股死人的味道 记得那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也就是这第一天 这个可怕的地方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 带我班的人是我的搭档姓刘 他岁数比我小一些 来这里工作已经两年了 平时话比较少,总是很沉默 沉默的让人觉得不正常 有点可怕 正好交代完工作 就迎来了我平生第一个顾客 那天死者家属在大厅里哭得是一塌糊涂 那凄惨的声音让我觉得非常不安 当我接到死者的棺材时 我居然不敢去推手推车 我们是将死者带棺材一同推进去火化的 所以我们是看不见尸体的 但是我盯着这棺材居然感觉里面的尸体会从里面蹦起来 我一时愣在那里 小刘看着我盯着棺材看了半天不动 就喊了我一声 示意我帮他把尸体推到火化炉里 我这才回过尸来 当把尸体推进去之后 我们就把门关死 然后炉子里面有很多的气孔 会从气孔喷射出高温的火焰 大概两个小时 尸体的白骨冷却了之后 我们才会开启炉门将尸体取出 关门之后那火焰喷出之时 只听得里边哐当的一声巨响 当时吓了我一跳 就在我胆战惊惊的时候 里面又连续的响声响起 是里面的尸体在敲炉壁 难道他还没有死 我正要开门 小刘去一把拉住了我 你疯了 这种事情我见多了 高温情况下门是不能打开的 就算打开他也活不了了 只能继续烧了 后来那砸墙的声音渐渐变弱了 最后停止了 小刘说像这种事情一定要保密 不然死者家属会把火葬炒闹翻天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没准你家的心情每次干净 就被高温活活的烧死 而这个秘密除了死者 你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一开始我忐忑地以为是闹鬼诈师 后来上网查阅了之后才有了解 这种叫假死的说法 大概说是人死分为三类 一种是植物人那种 神经为死 但是不能做正常人的活动 第二个是假死 也就是说没有生命的特征 跟真死一样 但是受到强烈刺激的情况下 是可以活过来的 第三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这是后来我才了解到的 那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都是心神不安 总是梦见死尸复活的场景 几乎将近一个月 我甚至能够梦见死者的样子 上吊死的 脖子上一圈黑印 两个眼睛充满了血丝 都快爆出来了 嘴巴已经歪得变形 牙齿烂得很严重 黄得让人反胃 嘴里的蛆虫不时地爬出来 然后迅速地钻进耳朵里 大概过了一个月 我天天地烧香拜佛 往极乐寺跑了许多次 这种恐怖的感觉 终于消失了 再说一下捡骨头这件事情 骨头被烧化砸碎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把炉子内的骨头清理干净的 而死者家属也只是象征性的捡几块骨头 简单地说 就是你挑出来带走的骨头 很有可能不是你家属的 而很有可能是别人的 火葬场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看着大家一脸的灰烟 再加上空气中强烈的骨灰味道 顿时没了食欲 其实在火葬场工作的时间长了 都比较内向 比较阴沉 也许这就是职业病吧 总不能人家死者家属来了 你手机里放的是 今天是个好日子 然后兴高采烈地跑过去问人家 亲 你要烧什么价位的 骨灰盒 要什么价位的亲 满五千 报忧 还不被人家火火给打死 扔进炼尸炉里 炼尸体 是会有传说中的湿油的 不单单是炉子里 连大烟筒里 也会有很多 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会清理一次 那个时候 就会有人 开着农用三轮车 拉着大折叠筹 把湿油拉走 具体做怎么处理 我就不知道了 湿油的颜色微黄 特别的凝 像蜡烛的油一样 听说 有很多偏远地区的迷信居民 曾用湿油养鬼 但针对于这些 我也就无从知晓了 因为它并不属于 我的工作领域